? 哈哈哈 我们这边站一排 我们这里站一排 我们这边站一排 我们这边站一排 新工的 新工的这里队长排第一位站一排 先把手都放黄标 队长站到他一样往后面 然后新工的这边队长站到他 好,你让我简单讲一下规则 简单讲一下规则 平身是好 球 打出去之后 要一次踩完 一的,二的,三的 然后回到这边 得分包 就踩到这里之后,踩到得分的 然后 然后的话 老生等下由我来抛球,来祭打 行身全部打出去 然后我们 这次规则是 有自由净蕾和逼迫净蕾这两场的 都有的 自由净蕾不懂的 你们到时候自己队伍员 老师带一下讲一下 或者比较时候 行身听老师指挥 让你跑就跑,让你去就行 你知道吗 好的 然后一蕾那边是不是有双色蕾包 两个颜色的 嗯 当你把球 打出去之后 啊 往橙色蕾包方向跑 只能踩橙色 不要踩白色 因为白色 白色是防守人员站的 啊 橙色是进攻人员站的 这是为了防击生活的工作 明白吧 打 打 打 每一蕾包都要踩 如果没有踩 就算出局 三个出局数 攻防转换 进攻人员如果有三个人被出局的 通防转换 啊 好 好 球速 一好一怪开始进球 一个好球一个坏球开始进球 啊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打快一点 然后你们每个人放置还有防守位置都提好 再提一点 防守人员可以在下一局防守的时候更换防守人员的位置 啊 进攻人员也可以更换棒子 明白没 明白 啊 还有一个 这是男生用的 这是女生用的 比如说我现在是打棒的 我把球 我把球打住之后 记住 这个球棒不可以甩棒 因为你后面有人 等下观战人员全部到红色的塑胶场上 不要进场 然后打的时候不要有甩棒 不要有这种啊 这种动作不可以 不允许 第一次警告 第二次直接出局 啊 不给你好点机会的 啊 然后的话怎么样正确的使用球棒的 球 打出去以后 带着球棒跑一段 然后再好边扔一下 这才是正确的操作 然后球棒扔出去之后 下一个击球员 比如说我是自棒 那五棒过来 把这个球棒 拿 拿出场外 或者说 你自己五棒 你拿出之后 你到场外 进行 空规方便 但是要保证 你的360度一圈 不要有人 如果有人的话 你拿到人家 就得了很大点 明白没 明白 好吧 好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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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直的 排直的 还是 转损 看 对 然后的话 现在就是 这个 放手第一个,开局前的第一点,当,首先我是裁判员是不是,当裁判员说完规则等等之后,问你们中风有没有意义,都没有意义的情况下,然后裁判员说,那好,中风拖帽使劲,怎么样呢,帽子拖下来之后,放在自己左边身上,然后居宫喊,请多指教,明白呗,然后再把帽子戴好,回到场外, 该防守的防守,拿手到10防守,该进攻的,赶紧,123凡准备,开始,来通过敬礼,好,开始,123凡准备,进攻方,123凡准备,一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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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坐在那边 bekommen就会坐 ihop 晚安 你去那边坐着吧 donde 这个牌子 运动相机要GoPro 我们以后都不打比赛 就是怎么样 一方进来之后 进气球阻止前 先过来先跟球阻力 一方进去 然后 一方的比赛里面 对方的投手 如果是 一进来之后 对方的投手 一定是双手 握球在胸这里的时候 就表示 他全席可以开球 他不会等 知道吧 他如果做好这个动作 就说明他已经 绝时可以开始了 你必须要马上进入气球状态 不要跟那边 不要了 没时间 他一扔就完蛋了 那只要做这个动作 双手和球 这个动作 你就要马上进入气球状态了 OK OK 好吧 体移我们要做 都要做多位 因为 不是一个形象问题 进场前先跟 不是说 就不用玩 但是 没事 要做了 去 你 感觉又是 不 说 你 快 不说 你 在那边 你 你先练习 汇棒 有没有练过 进那个 进那个 进这里面 不知道之前有没有练过 练过 诶 这样子的 那个水怎么办 那个水绕开了 不再样 不要忘了 你看看这个位置 刚才 我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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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我去那边 我去那边 那边 这样子 对 我去那边 我去那边 你再去那边 看这个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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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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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